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小林仲书导演的《切妇》 宽永公务7年5月13日,秦 早上开始就非常炎热 上午时时,少主便之柱以白川新鲜的尊鱼 重现给中途景大吹首大人,在神田桥上的大宅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公务记载 但是,到了中午时分 一个自称是前广岛福岛家家臣的武士 出现在我们锦衣家门前 武士名叫金云半四郎 金是大金的金,云是天上的云 自元和五年,福岛家没落以后 金云便离开封地,来到江湖,过着贫穷的生活 寻找新主君的任用 但在这太平时世之下,武士已无用武之地 与其这样贫困荣辱的活着 不如借锦衣家光荣的切夫自杀是吗? 锦衣家家臣之手,玉家老斋同叹息道 真是没完没了,让他进来 宽勇七年,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 德川家光时,实施中央集权 削弱了诸侯大明的势力 如此一来,众多武士失业沦为浪人 残酷的现实,贫困的生活 使得无所事事的浪人 经常跑到大明家,表示要切夫自杀 而无力招揽武士的大明,只好用钱打发 这是当时流行的敲诈手段 听说金云来自辅导家,斋同问 可曾认识一名叫千千岩求女的武士 金云思索一阵,不曾认识 主公家辉煌时,有12000名武士 一个人没法认识所有人的 一月底的时候,一个叫千千岩求女的武士来过 目的和你一样,斋同说 如何处理千千岩求女 家臣们讨论一番,终止不下 有家臣建议,给点钱打发走得了 不然还能怎么办 顶级剑客燕酒郎天后说 锦衣家太友善了 变得和其他家一样软弱 同学她吧 否则这些无所事事的恶狼 会一直接一直上门 锦衣家不是绵羊 武士穿鞭,向千千岩求女通报了喜讯 少主便知柱有感其宠,特邀会面相谈 沐浴公英后,千千岩求女仍不仅感叹 真是像做梦一样 懂了一阵,千千岩求女没有懂来少主 懂来了切腹穿的衣服 燕酒郎向千千岩求女解释说 我家少主为你深深打动 本打算安排你做我们家臣议员 但,当一位武士宣称他要切腹时 一定是有不可动摇的意志 没有什么能改变他了 金云兄,你做何打算? 金云比划着切腹的样子 笑着说 请大可放心,我去意已决 千千岩求女毫无心理准备 请求燕酒郎给自己两天时间 并重落一定回来 眼看请求无望 千千岩求女打算逃出锦衣家 但很明显,锦衣家不打算放心 为了德川家族的名声 为了天下无事道的未来 祈求为我的决定做出见证 请原谅这不洁的浪人的血弄脏我们家的中庭 斋同对锦衣家历代祖先口拜 其心之称有如浩月当空 切腹之前 损人检查了千千岩求女的刀 没想到是个竹片玩具刀 川边试了试短刀 连切豆腐都费劲 一切准备妥当 千千岩求女荣旧祈求 给我两天准备时间 我一定不会跑 斋同认真的说 现在流行到大名家切腹诈骗 讨了几千银子就高兴的跑掉 你肯定不是吧 你是勇敢的武士 是拥有高尚情操和尊贵性格的人 来,请开始吧 顶级剑壳燕酒郎告诉千千岩求女 近年来切腹成了样子货 切腹者手还没碰到刀柄 副手便立刻斩头 这是不行的 请做十字形切腹 完成后我才会斩头 当看到送上来的是自己的竹刀 千千岩求女完全崩溃 被逼到这份上 千千岩求女已无路可推 可无奈竹刀无刃想死太难 千千岩求女只好将竹刀抵腹以身压制 但即便如此 永久无济于事 万般无奈之下 最后咬舌自尽 金云兄 你做何打算? 金云比划着切腹的样子 笑着说 请大可放心 我去意已决 既然如此 齋童便也无话可说 愿意借中庭 给金云一用 签赴仪式即将开始 金云还缺个副手 指派的副手 金云看不上 他想要验九郎 这位出自神道无念一流的顶级剑客 家臣提醒齋童 验九郎恐怕不行 他发心冲病 要求休息数天 金云请求道 闻九郎兄之名九乙 能否要求他特别考虑呢? 金云言之有理 齋童不笑多说 马上派人去请 为了等候时间不那么无聊 金云提出 讲讲自己的故事给大家听 一个穷苦浪人的一生 或许很无聊 但我今天的命运 可能是其他人明天的命运 那些仔细听的人 或许还能找到一些珍贵的智慧 隐藏其中 鸟之将死其名也卑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齋童吩咐道 每个人都要认真听 来自广岛辅导家的千千岩求女 我有点认识这小子 金云说 说起来是十一年前了 可还像在眼前一样真实 只有镇内之子求女十五岁 金云的女儿美宝十一岁 两位同生死的好友 皆是孤家寡人一个 说来也奇怪 两个粗糙的武夫 竟能一手带大孩子 想想也是不可思议的事 太平时势 武士除了用来修虫池 别无他用 带到虫池修完 武士就一文不值了 圆和五年 辅导家完成了对广岛虫的修复后 便被放逐到川中岛 家中一万两千名武士 瞬间被夺去生机 只有镇内先行一步 切腹自杀 将十五岁儿子托付金云 家族已被废除的大名辅导 也不再苟活于世 在家臣镇内的陪伴下 也切腹自杀 主公辅导临走前叮嘱金云 不要跟随我 更不要忘记镇内的托付 武士来报 燕酒狼病得厉害 家人说发高烧 全身关节都痛 痛得不能见人 金云很失望 可也没有办法 既然燕酒狼不行 那就损人吧 什么 损人也病了 那就穿鞭吧 金云说 摘桶几倍发凉 愈发觉得蹊跷 金云大笑 看来这三人今天是看了皇帝 不宜上班啊 不管金云有什么阴谋 反正是跑不掉的 实在不行 我会拿他的手帮他切腹 摘桶说 相比金云 摘桶更关心那三个人 老家臣秘密出发 准备偷偷调查一番 没有那三人中的一个 金云便不肯切腹 还说要改日 摘桶骂道 骗子 故意拖延时间 说着指挥手下把金云团团围住 金云叫住摘桶 如果你来硬的 我会拼死抵抗 我死了不足惜 但你的人死了 可是你实实在在的损失 请耐心一些 我的故事不长了 回想起之前这八九年的生活 金云感到羞耻 但在那艰苦的日子中 仍然存有一丝阳光 美宝十八岁了 出落的亭亭玉立 这给了金云莫大的生活希望 总说不到房租的房东 张罗着给美宝说美 嫁到神圆主公家 金云拒绝了 再怎么不计 也不会将女儿送去给人做妾 囚女开设私塾 做起了先生 但也只能勉强糊口 艰难度日 当听金云书问 愿不愿娶美宝时 囚女心里无味杂陈 不敢答应 金云知道两个孩子的心意 既然真心相爱 日子过得苦一些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么着 持有的儿子囚女 成为了金云的女婿 两年后 第一个孩子出生 是个男孩 取名金武 金云喜爱小孙子 自己孤家寡人一个 留着钱没用 全部拿来补贴女儿家 聊起浪人到大明家诈骗的事 金云不免赶伤 当年为德川家建功的旧臣 如今都沦落成这副样子了 没耐性 急于寻找新出路 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必须要慎重避免 囚女说 那段时光是金云最快乐的 小孙子是全家的新希望 每个人都在努力着 过得苦点 但总有奔头 可惜的是 好景不长 美宝有一天 吐了很多血 终于过度操劳病倒 囚女的私塾不够生活 便到工地找活干 工头驱赶走囚女 谁敢要带双刀的工人 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活可一日不做 饭不可一日不吃 囚女走进当铺 而后带着全家的口粮出来 乌鲁偏风连夜雨 在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 小孙子还生了病 发高烧像火烧的一样 全家人把农卖的都卖了 再也拿不出一分了 金云悲痛万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唯一的小孙子生病 尽连一生都请不起 何以至此 何以沦落至此 囚女突然想到 她认识一个利息很高的放贷人 或许这是最后的办法 说着囚女匆匆离家 我会在黄昏之前回来 囚女说 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囚女身上 金云鼓励小孙子 好孩子再忍耐一下 你是无视之子 你一定可以的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屋里已经点灯 囚女还没回来 金云的呼吸越来越微弱 眼看已到了无力回天之时 美宝不敢看孩子一眼 她连哭都没有力气了 等了不知道多久 夜里9点多 囚女终于回家了 同行的还有锦衣家友善的家臣 燕酒郎 损人 穿鞭 三位友善的锦衣家家臣 对囚女一通赞扬 末了还展示了囚女的竹刀 当听说囚女是用这把竹刀切副的 金云心如刀割肝肠寸断 美宝抱着丈夫放声大哭 一直哭一直哭 一直哭到无力发声 金云为自己感到惭愧 手里这把可恨的东西 日日不离手 竟然从来没想到 两天后小孙子死去 又过了三天 女儿美宝也走了 自那以后 这世间就没有金云牵挂的人了 故事讲完 金云最后说 无论如何 以切副为借口 换取别人的帮助 都是不能原谅的行为 可是 一个武士不顾羞耻 去祈求两天的宽限 必有不得已的理由 简单问一句便能支支想请 难道问一句也太麻烦了吗 摘腾呵斥道 他自己剥的种子 自己结的果 他不能后悔 更不能因为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 怪罪其他人 言必行 行必果 这就是锦衣家的处事方法 是真正的武士道精神 金云原本以为 锦衣家的家臣听了求女的经历 会重新思考 啊 原来如此 本可以不这样的 确实是做得太过火了 若能带着以上的一句话上路 便是给求女最好的礼物 谁知道 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摘腾嘲讽的说 你只是个老浪人 哪里懂我们的武士道精神 金云笑笑 掏出笋人和川边的发迹 扔到地上说 我只要了他们的发迹 至于人哪儿去了 我就不知道了 遇见笋人 是六天前的事了 作为锦衣家的高手 他看到老浪人 很有兴致 期待来一场对决 至于川边 是五天前 也就是五月八号 他兴致不高 想跑来着 但速度太慢了点 到了神道无念一流的燕酒郎 就颇为费劲了 金云甚至没有把握能赢 听说了笋人和川边的事 燕酒郎主动找到金云 小屋不便打斗 门楣 柱子都很碍事 燕酒郎做事细心 让金云给房东留下字条 便于后续收尸 急风禁草 李李元上 高手过招没有三百回合 电光火石之间便决胜负 燕酒郎的刀被金云斩断 而后便失去对抗能力 没有战场经验的燕酒郎不知道 刀不只能砍 还能刺 甚至能砍断对方的刀锋 金云扔掉燕酒郎的发迹 告诉斋童 失去发迹的武士在哪里呢 在家里等着长头发出来 锦衣家好夸他的赤盔甲和骁勇山战 但实际上 他背要绑的武士道精神 也不过是装饰品 斋童不再掌扎 下令直接斩杀金云半死狼 中庭的打斗声不断 但显然没有快速拿下金云 斋童脸上青筋抱起 愤恨的咬鸡显得格外突出 遭遇围攻的金云冷静应对 手起刀落 空气里明白着鲜血的味道 但毕竟寡不敌重 金云连连后退 最后竟闯入锦衣家 供奉吃盔甲的房间 眼看无法收场 顾不上武士道了 锦衣家派出三名火枪手 金云将盔甲摔个吸烂 而后自杀身亡 听到枪响 斋童才松了一口气 听说锦衣家死了四个重伤八个 斋童吩咐下去 重伤的赶紧治 死的对外宣冲病死 另外金云是切副自杀 老家臣打听到 燕酒狼自己切副自杀了 另外两个 没等老家臣说完 斋童打断 立刻去损人河穿边架 带几个高手去 这三人都是病死 懂吗 战场被打扫干净 血迹被擦除 摔个稀烂的盔甲被重新装回 前辅导家家臣金云半死狼 在黄昏六时切副自尽 另一个辅导家家臣千千言求女 也在一月切副自尽 这两件事之后 锦衣家的声誉大大提高 在江户举行的一次重视集会上 主公利用机会 冲赞了继承人便知驻军 不论和平还是乱世 都让锦衣家延续你的优良传统 和运势永远兴盛 斋童对锦衣家历代祖先叩拜 其心之诚有如浩月当空 宽影公武七年5月16日 尾巴 这部1962年9月上映的影片 在第16届嘎那电影节上放映时 引起很大中论 千千言求女用竹刀切副的镜头 让五六个女士昏厥过去 有的观众说真残忍 有的观众说真精彩 放映完毕 法国的一线报纸、媒体都说 今年的大奖必定是切副 仲代在谈日本电影《黄金时代》一书中说 我和导演以势在必得的姿态接受了采访 甚至在电视上输了获奖感言 可是金宗旅奖最后被阿兰德罗那报摘得 切副只拿了个评审团特别奖 密斯凡德罗有句著名的话 少及时多 这部影片的观感是对这句话的极佳诠释 故事简单,镜头干净,角色立体,罕见的清爽 但在少的展现之外 却传达了多得不能再多的内容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想 反景入森林 复找青苔上 在有限的识以后 产生了一种再也识写不出来的意义 是崇敬武士道 也是讥讽武士道 是维护武士道 也是斩杀武士道 总而言之 武士道是容易规则 是管理人的容易规则 一套规则 本身并没有保义或贬义 全看什么时候用 怎么用 谁来用 如何用 篇中的大名家 或称之为封建权利者 他们并不信奉荣誉规则 封建权利者不信奉任何荣誉规则 只信奉 胜利即是正义 这套荣誉规则只是拿来使用 红冬挺绿冬行 这是管理规则 对于封建权利者来说 绿冬当然可以走 黄冬也可以走 红冬稍微看一看 仍然可以走 乐旁的《乌合之中》遗书中 有这么一句话 个人一旦进入群体 他的个性便淹没了 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 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 无意义 情绪化和低智商 士兵不需要思考 士兵只需要荣誉 武士也一样 作为群体的一员存在的武士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信奉那套容易规则的 但一旦作为个人存在 生存本身就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 所谓的礼教吃人 武士道吃人 其原因都不过是想把一套管理规则 看成是普世价值的误会 三国时期曹操发兵晚成时规定 大小将领凡过麦田 但又践踏着并且斩首 没想到 曹操的马寿金第一个践踏了麦田 怎么办 只有一死了 执法官一看 这还行 拿出春秋来 法不佳一尊 重向大爷在山 怎么能死呢 曹操只好割发带首 以示三君 给三国演义注解的毛氏父子 看到这里大骂曹操 好你个曹操 死刑就这样被你免了 百度百科在割发带首一词的解释下说 这种刑罚对人身没有伤害 但却是心灵上的极大处罚 尤其在古代 皆从分工明显 这种刑罚实至于世人身上 更适于杀掉他 我看不然 曹操是红绿东三东都要走的人 荣誉规则是管理用的 进一步说是管理别人用的 古话说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这是说的好听 同罪不同罚呀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